那么下面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非常的实际 他说啊 你们基督徒啊 说啊都是有神那我也信啊 但是呢到底啊 如何认识如何接触啊 好像你们讲的是有点玄乎 好吧我们下面呢 请这个小兰弟兄和郑弟兄来答一下 基本上刚才两位弟兄 已经问我们解答了 如果今天你相信有神 你愿意来认识他 愿意来接触他 那恭喜你啊 你今天马上就要得着 因为经上圣经上面记着 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寻找的就寻见 借着我们操练我们里面的灵啊 甘弟兄有讲过了 说当初神造人的时候 圣经里面有一段话 是神介绍他自己 他讲说啊 我是铺张诸天建立地基 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 所以啊这个神 你看他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把这个天啊 还有地 还有人里面的灵啊 是放在一起的 代表这个三样东西啊 是极其重要的 其中哪一样最重要呢 还是就是人里面的灵 因为这个人里面的灵啊 其实是为了神的 当初啊神造人的时候 圣经也告诉我们 他是按照神的形象 跟神的样式来造的 所以啊 他另外呢 他也吹了一口生命的气在我们里面 这个生命的气口气啊 就是我们人里面的灵 所以我们要接触神的时候啊 要用对器官 就是用我们的灵来接触这位 是灵的神 甘基兄都讲过啦 神是灵 我们要在灵跟真实里面 来敬拜他 还有另外一个经节 我可以念给大家听 在罗马书 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人中复活 就必得救 如果今天我们跟你们传讲福音啊 你们心里信 口里承认主的名啊 那恭喜你 你已经得救了 因为人心里信就得着意 口里承认就得救 所以盼望 我们在做的 其实有一个福音朋友 曾经问过另外一个问题 他说 我想要信 可是我信不来 怎么办 其实这是比较 主要的问题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想要信 可是我却信不来 我可以做见证啊 因为圣经里面 有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 他说 凡接受他的 就是信入他名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啊 如果你心里面 有一点点的感动 有一点点的相信 其实啊 你只要敞开我们的心 接受他 呼求 呼求着他的名 其实他就可以进到你们里面 所以盼望我们在这边啊 都是有一个敞开的心 不要把自己关起来 说心开 口开 灵就开 我们就可以把这位救主 接受到我们里面 感谢主 我母亲啊 她从小就是吉兔兔 那我在信主以前呢 她在一间教会里 然后呢 那教会的牧师呢 就想来探访我 因为知道我还没有信 然后呢 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 我就打开圣经啊 整整看了一个礼拜 为什么 找问题啊 找问题要问这个牧师啊 来的时候我一定要问到他 结果牧师啊 主日下午来了 来了呢 我就翻出圣经来 很多问题问他 把他问到最后啊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为止 最后他走了 我也没信 所以呢 你看哈 这就是用人的头脑 你有很多很多问题 你可以问到 问了很多 你不在灵里的 问了很多问题 最后呢 还是没有答案 你还是不信 然后我信主以后呢 等你接受主了以后呢 接受这个主的灵啊 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觉啊 你是在用灵 在读这个圣经 读主的话 你的灵 在接触神的灵 这时候你看到 主的话就变成光 就变成启示 就变成你的经历 所以像今天我们 我们很多朋友在这边 听讲座 表面形式的看 我们在回答问题互动 但其实真正的目的啊 我们是带你们啊 进入到灵里面 在灵里面啊 去接受这位神 在灵里面呢 来接受这位神 我相信你刚才 我们弟兄们 无论是借着圣经的话 借着我们的经历啊 就告诉我们啊 接受神 就是要用对器官 所以待会儿啊 我们会有很丰盛的饭食啊 在那里准备着 那请问朋友们 你会不会啊 用你的耳朵去吃呢 不会嘛 所以就是一定要用 我们的嘴巴 口开啊 这个饭食啊 就进来了 照样呢 我们呢 来认识神啊 是要用灵 用我们最深处的灵啊 来接受就好了 我们的灵里面啊 谢谢观看